POP大国民今天轮到你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POP Radio 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何荣 请大家锁定POP Radio联播网 北部FM91.7 陶珠苗FM90.7 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 透过我们的APP来收听 或者是透过YouTube的直播 来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官方频道 YouTube的官方频道是 917 POP Radio 今天是礼拜一2月26号 前两天2月24号 那么就是举世瞩目的俄乌战争 满两周年了 这个战争从刚开始打了以后 其实本来以为很快就会结束 但没有想到全球都跌破眼镜 就是打到现在 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收尾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针对俄乌战争 来做一个观察跟分析 当然要请到最专业的来宾 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军事评论员邱时清老师 邱老师好 大家好 邱老师其实在之前 我记得没错的话 俄乌战争刚开始打的时候 大家有想说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我记得那时候你就出了一本书 战争下的平民生存手册 那本书非常的实用 因为里面有讲到 除了让大家了解战争的本质 战争的目的 还有包括说一般老百姓 平民如我们 面对战争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以及我们如果未来真的有一天 必须要面对战争 这个残酷的事 我们该怎么先做好及早阴影 我拉回到说 已经满两周年的俄乌战争 因为我知道你一直在研究战争 而且战场的形态 还包括说 不管是现代坛的俄乌 还有包括还在打的 也就是中东的以哈冲突 那从最近 俄乌战争的一系列的 这个进展来看 我想先请您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最新的发展跟 您觉得接下来的研判会是如何 我们知道其实 这场的俄乌战争 从刚开始大家觉得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但慢慢慢慢随着时间的推演 他一开始第一个阶段是 俄罗斯濒临基辅成 他就说他要发动军事行动 对 那个时候第一阶段是 俄罗斯对乌克兰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欧洲跟美国开始加入 他们觉得不能让 俄罗斯就是予取予求 所以他们决定 大量的援助乌克兰 因为就西方国家来讲 他们的定义是侵略 对 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在那一段时间 非常多世界各国的政要 都到基辅去打卡 去鼓励去送军援 去送很多很多的援助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认为的俄乌战争 其实就已经变成是 俄罗斯一个国家对抗 欧洲加美国加乌克兰 那为什么这场战争 会从当初大家预估的 很快就会结束 一直拖到现在第二年 那未来会不会第三年 我觉得以目前来说 如果整个大的国际局势 跟大的框架 是很有可能会拖到2025年 都还没有办法结束 那这关系就关系在于说 俄罗斯跟目前欧洲 跟美国之间的矛盾 是无法调和的 那他们最根本的矛盾是什么 对俄罗斯来说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俄罗斯总统普丁 有接受美国记者 卡尔森的 对 的专访 他最近频频接受外媒的访问 对 那大家在这个访问里面 其实可以感觉出来 普丁对于这场战争 他已经形塑成 完整的论述的基础 包含从历史的层面 从战略的层面 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的层面 他已经完成一个逻辑上可以自洽的一个体系 而他会利用这个逻辑的体系来对抗 之前欧洲或者是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攻击 而且他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要表示出的是一种 俄罗斯出兵是站得住脚的 对 我们知道其实在这场战争 其实历经不同的阶段会有 就是在这个不同阶段的过程里面 其实经历过很多转换期 从一开始的俄罗斯出兵 乌克兰 其实最主要是为了乌东的两个州 就顿涅刺客跟卢干斯克 就是为了以保护这两个州的俄罗斯人为民意出兵 那因为这个行动就被西方广泛的制裁 西方认为你是一个入侵者 那他必须要为了平衡这个部分 所以他必须要去刑索他 要合理化 对 那到最后这是第一阶段 就是他以保护者的身份 那等到北约跟欧洲的援助 就是大家公开站队 这个世界就开始分裂成两边 那分裂成两边 给俄罗斯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 俄罗斯就把这场战争 转换为第二次的卫国战争 利用这个方式来凝聚俄罗斯的向心力 度过那个时候 俄罗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第三个阶段的转变 就从卫国战争的角度 转换成还历史一个公道 那他的叙事就站在更 对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他站在一个更宏大的角度 就是把乌克兰的定位 彻底跟西方世界解释清楚 这就是我俄罗斯的看法 你们接受或不接受 那如果你们接受 我们才有坐下来和谈的机会 那如果你们不接受 这个战争可能就继续打下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会对 可能战争会延续到2025年 会有这样的平衡 您自己看也会觉得说 他真的就会一直延续到2025吗 当然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这个世界不会有永远的战争 即便是一个持久的战争都很困难 那这场战争其实真正的变因是什么 真正的变因是欧洲跟美国 能够支撑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战场上面的这些 不管是火炮或者是弹药 或者是人员的训练 甚至F-16这些先进的武器 这些都不是乌克兰的 全部都是西方的军队 也就是说当西方的援助一中断 这场战争会在一个月之内就结束了 所以关键点就是能不能够持续 其实军援是最重要的 对 金援跟军援 金援对 钱跟武器 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 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它其实国内的生产已经 经济活动已经降到很低很低 而乌克兰一个月需要多少外汇 它需要70亿的外汇 那这70亿的外汇从哪里来 过往是从美国来 那美国占大宗 然后再来是欧洲或其他的盟国 多少补贴 那你不可能永远无限制的给 所以接下来就会变成说 乌克兰以某些国家的财产 或者是特殊担保的方式 跟不同的国家借钱 战争很花钱的 那这些钱将来都是要还的 那只要这个金钱没有办法如其道 那这场战争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只要一段吹 这个不管是钱 不管是武器 只要有中断 对 这个战争大概就 就很快就结束了 就以目前来说 因为俄罗斯的经济越打越好 而乌克兰的经济在随着战争 乌克兰对西方经济的依赖越来越深 所以现在战争持续下去的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西方的援助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它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乌克兰 它真正的目标是乌克兰加欧洲加美国 它必须要在这场战争里面罢 对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 它必须要把未来在世界秩序跟俄罗斯在世界秩序里面的位置 要摆定到一个位置里面 俄罗斯刚刚讲的我懂了 就是变是其实你就俄罗斯跟他所对抗的乌克兰 以及他后面的这些西方国家各自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的话 站在俄罗斯的角度 普丁的立场他就是讲 只要你看他最近的接受的这个外媒访问 他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 他的出兵是有正当性的 第二个就是告诉这些西方国家 包括最主要是乌克兰说你到底你的援助能够有多久 还有就是你们这些是在援助乌克兰的 你们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其实他某种程度就是在提醒就是 如果断了这场战争马上就可以结束 我们我们在看普丁接受的采访里面 其实大家都漏掉一段很重要的 普丁说我们随时准备好谈判 对对不对 为什么普丁可以随时准备好谈判 因为其实真正的矛盾并不是在领土上 也不是在双方有多少仇恨 真正的矛盾就是我们对于俄罗斯 在世界定位上面的接受程度 只要欧洲接受了 你们北约不要在东口 乌克兰这个我们都可以谈任何的条件 那只要我们把中间的矛盾消除了 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他意思就是说 其实停止战争是你们不要停止 不是我俄罗斯不要停止 因为事实上从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对俄罗斯实际军力的判断 就是西方有扭曲的部分 那俄罗斯自己也有扭曲的部分 他一开始这场战争 他对自己太有自信 那西方对西方自己也太有自信 但两个充满自信的家后撞在一起的时候 接下来大家都要退回去重新思考 OK讲到自信 这个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我就想到说 普丁最近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真的是胸有成竹 你看他真的很自信 然后讲什么都觉得 好像中气十足那感觉 但是他也在透露一个讯息 就是不是我不停 是你们不要俄罗斯停 你们不要我停下来战争 我要继续打 好那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POP大国民现场 我们今天的关注焦点在于俄乌战争 已经满两周年了 今天请到的是专业的军事评论员 邱世新老师 刚才老师有特别从普丁的角度分析了 就是说俄罗斯不是不愿意停 他也保留了说 我随时可以跟你谈 停火 甚至是包括后面的停战 不过刚才讲说 战争是非常花钱 我今天其实在前一阵子 我也看到一个新闻是说 估计了重建的经费 打完之后 你要重建乌克兰 5000亿美元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那拉回到说 虎丁的角度分析完以后 其实看西方的角度 虎丁已经释出讯息了 告诉他们说 俄罗斯不是不能谈 但重点是你们不要停下来 在西方他们自己 包括乌克兰 包括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他们停他们有他们的盘算 现在说停就停的话 其实我自己看是 美国现任的总统拜登 他就会想说 哇这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选情 因为这对他来讲 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对 就是其实对这场战争 共和党跟民主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川普曾经 就是川普不止一次的表示说 只要他当选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立刻 因为他当天晚上就会打电话给泽连斯基 说明天开始你们不会收到 会有人说这是他的选举语言 当然这是选举语言 但这透露出共和党跟民主党立场 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是不一样 共和党的立场是比较 他觉得现在对美国来说 最优先的威胁并不是俄罗斯 而是中国 这是共和党传统的看法是这样 我们应该把对付俄罗斯的这个精力 省下来对付中国 这是共和党的看法 但是对民主党来说 民主党在某个程度上面 比较接近欧洲一些政治精英的看法 对因为这场战争之所以会爆发 以及这场战争为什么会持续到现在 其实欧洲的角色一直被大家忽略 我们知道德国前总理梅克尔曾经讲过 就是明斯克协议 就是原本原本让整个 欧坎形势稳定下来的明斯克协议 梅克尔曾经讲说明斯克协议只是为乌克兰买时间 因为对很多欧洲人来说 他们对俄罗斯是本来就不信任 他们一直觉得俄罗斯对周边国家 就是威胁 对就是威胁就是野心 那对同样的对俄罗斯人来说 他们对欧洲人的一些行为模式也觉得很奇怪 他们很多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脑海里面一直深刻的印着一个原则就是 一旦欧洲大一统就会打俄国 比如说拿破仑统一欧洲之后 他就接着打俄国 对 希特勒统一欧洲了以后还是打俄国 对 那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讲说 他觉得一旦欧洲统一在一定的框架底下 接下来他们就会 会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这就是俄罗斯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说 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 包含这是普丁的演讲里面 采访里面他也是这样子说 因为欧洲过往的历史让俄罗斯觉得 他们跟欧洲之间必须要有一个缓冲地带 而乌克兰就是这两者的缓冲地带 欧陆基本上来讲每个国家其实接壤 他的领土都是 不是像台湾跟中国大陆这样 中间还隔了一条台湾海峡 你就是欧陆的这个整个大陆的这种国家 陆地形的国家就是 所以中间需要一个 对是需要一个是可能中立一点的 或甚至是不要部署武器的国家 而乌克兰从2014年 应该说2008年之后的转变 就是全面的亲欧 对 那全面的派就是跟俄罗斯切断关系 那这个过程其实很多俄罗斯人 俄罗斯本身还是有很多派系 但俄罗斯内部鹰派 其实对这个部分就已经有警觉 秀老师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在很多国家也是这样 比如说像乌克兰的话 之前他们的政权这样子 说轮来轮去的话 其实有亲恶的 有亲乌或者说亲乌其实就是亲美 对 其实就是在这个政权的摇摆当中 那偏偏 Selensky就是属于比较亲欧 亲美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俄罗斯里面的某些 就是更鹰派的 他觉得这是一个警讯 所以他们在刻意在乌克兰扶植了一个 比较亲俄罗斯的总统 而在2014年的时候这位总统又因为 乌克兰广场革命关系被拉下台 是 那换上来就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就基本上180度转变 对 他们把乌克兰必须要加入欧盟写到宪法里面去 那这等于就是把原本缓冲区的这个空间就拿掉 那俄罗斯一直对这个 是非常在意的 因为他们觉得不安全 所以当2014年官场革命成功之后 那俄罗斯义居住比较多 说俄语的族群比较多 乌东的几个州就开始闹独立 那其中就是顿涅刺客跟鲁干斯克 对 那俄罗斯有没有在私底下帮助这两个闹独立 也有 一定有 为什么 因为还是一样缓冲区的概念 俄罗斯并不想失去缓冲区 所以缓冲区从一整个乌克兰变成这两个分离的 而且你就俄罗斯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在顿涅茨克跟鲁干斯克 其实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是有帮助的 所以也难免他一定会去想办法扶植 或者去支持这个比较亲厄的这边的势力 但问题出在这两个州是全乌克兰工业化的重症 顿涅茨克产煤 顿涅茨克产铁 所以马里乌普洱有亚述钢铁厂 亚述钢铁厂的铁 那时候也打得非常惨烈 对亚述钢铁厂的铁就是从顿涅茨克 煤也在顿涅茨克 它是一个产良好钢的一个地方 它以前在苏联时期就是已经是个重症 而且是战略资源的重地 而且在赫尔松 就是在赫尔松州有一个造船厂 那个造船厂就是现在解放军的辽宁舰的前身就是在那边造船 所以他们造船工业也有 为什么他们在那边可以造船 因为它有很搞的钢 那如果这两个州闹独立就意味着 乌克兰会失去两个很重要的工业重症 那对乌克兰来说这当然不可承受 于是2014年开始就爆发内战 那爆发内战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俄乌战争 其实并不是在2022年开始 其实在2014年就已经开始了 后来不是丢掉克里米亚 对那在经过克里米亚的事件 就当然对俄罗斯来说 他普丁是相对比较亲西方 普丁我们很多人有错误的概念 觉得普丁应该是比较 俄罗斯里面比较强硬的 是 比较比较专制的比较强 事实上就光谱来讲 政治光谱来说没有 就政治光谱来说 普丁是俄罗斯政坛里面的文和派 而且比较偏西方 而且是偏西方 为什么因为他来自圣彼得 这在了解俄罗斯政治的人 圣彼得邦这些人 他们其实比较亲西方 比较温和 而传统的 传统莫斯科的一些俄罗斯政治精英 比如像杜金 那他们这批人 他们是把全世界的中心点 是以俄罗斯放在中心点 所以他们是属于比较强硬派 比较硬派 所以那个时候普丁还愿意用一个明斯克协议 来跟梅克 对后来达成了明斯克协议 那至少把 就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那至少双方不要把战争继续下来 所以我记得后来 我记得在约莫代 就是一年 那时候已经打了一年的时候 有曾经讨论过说是不是要再立一个明斯克2.0的那个协议 对 那刚刚邱老师有提到说 杜伦斯基其实现在打了两年了 你说不管是就普丁来讲 或是就杜伦斯基来讲 目前都还是双方的这个领袖 那当然普丁呢 因为三月他要选举了 最近也大家也听得到 这个关于他们的选情 他的政敌也被 这个在劳中 那做监牢的时候就是意外的死亡 那所以呢 大家想说普丁反正是连任定了 杜伦斯基呢 不一定 可是呢 目前还算是稳的 因为他后方还是有一些 就是美国的这些势力 西方势力在支持他 我要问的是说 前一阵子看到他 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就是他把军方的最高将领给换了 他军权自己抓回来 他自己要指挥 这点事情的话 你觉得利弊得失这个怎么评估 目前就是我们知道 今年的2月8号 就我们小年夜的时候 那那时候我正在追 俄乌最新的战况 那时候我就看到 乌坎国防部发了一个通告 就是 撤换杂禄日内 然后新任的 换新司令 新任的总司令是希尔斯基 那对于一些没有在追踪 俄乌战况的人来说 这两个人的名字可能很陌生 那杂禄日内就是原来的乌坎兰的 超谋总长 那从2022年的战争爆发以后 他一直在指挥乌坎兰所有的部队 去抵抗俄罗斯的 就是对乌坎兰的角度来说 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那杂禄日内 一直深受美国五角大厦 还有欧洲的一些 北约的将领的支持 那在很多军事行动上面 或者援助上面 美国或者北约也是依赖 杂禄日内给的建议跟判断 OK 这边我们可能要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听邱老师分析 马上回来 好 刚刚听到了这个乌克兰呢 杂禄斯基振前换将啊 但是必须要细看说 这背后杂禄斯基的盘算是什么 老师刚刚还没讲完 对 就杂禄日内从战争一开始 他就是负责指挥的 那在这个 参谋总长 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乌克兰需要大量西方的援助 所以杂禄日内跟美国的五角大厦 跟很多欧洲的主要的军事机构的负责人 都有很密切的私人关系 那也有很好的交情 那我们知道 以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 杂禄斯基跟杂禄日内 在乌克兰国内的支持度 两个相差非常非常的大 差多少 目前杂禄斯基在乌克兰国内的支持率 大概就我们一般评估大概就40%左右 但杂禄日内的支持度到70到80 这么高 非常非常高 换句话说如果乌克兰明天就选总统 杂禄日内会当选 那对杂禄日来讲是一个威胁 对他对他来说当然是很大的威胁 但我们要知道 杂禄斯基本身不是杂禄斯基而已 他背后有整个基辅的政治精英 还有一些 乌克兰寡头的支持 他代表非常多的利益 那经过这么多年打仗下来这么多的外援 那这么多的钱流到基辅 那都是由 泽连斯基的这个 还有他后面的这个团体在负责分配 那当然满足军方的要求是一部分 那另外还有满足整个乌克兰国家运转所需要的这些资金 这些资金金额非常非常的庞大 就美国 美国自己国会里面已经有很多声音 就针对乌克兰本身贪腐的部分 那一直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那对乌克兰民众来说 他现在对战争他们当然是支持的 但是他对他们来说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支持谁来继续领导这个战争 我们一般的阴谋论是这样 就是我们看到 泽连斯基并没有针对 撤换杂炉日内的原因做非常详细的解释 那 我们知道最近的争议的 最近双方主要的争议就在于说 杂炉日内认为在兵力动员上面 在兵力动员上面 或者兵力的运用上面 因为乌克兰承受了非常多的损失 他们觉得有些地方 你应该要弃手就要弃手 这一点对跟泽连斯基的观念是相反的 泽连斯基认为 就是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一层 就是一层一地的损失 为什么 因为这会影响到乌克兰继续跟国外要援助 因为一旦你开始呈现说 你没办法继续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那国外的援助就有可能 人家本来愿意给你可能10亿美金 现在你可能看你不太可能会赢 所以我只给2亿就好 这会影响到乌克兰持续从国外取得援助 那当然杂炉日内 就他自己军事专业的角度来说 他手上有的兵力就这么多 那你把它消耗在没有消耗意义的地方 那对军队的战力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我听到旭老师讲一个重点 其实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战争 纯粹从军事的考量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还要参查很多背后的政治考量 所以就杰伦斯基的考量来讲的话 他要想办法继续的拥有来自西方 源源不绝的军援 所以他当然不会占有军事专业的建议 那想办法 而且再加上说人性 就是说今天这个军方的最高将领 身亡已经快要是我的两倍了 我当然先把它处理掉 可是我觉得说 我想问的是 把它换掉 换一个新的军方最高将领 可是对战争有帮助吗 我觉得泽连斯基下这个决定的时候 在他的当下 他一定是觉得对战争有帮助 他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所以他挑的并不是随便乱挑 他挑的一个也是 我们讲本职学能 或者是在军事素养 军事专业上面不差的希尔斯基 希尔斯基就是去年领导乌克兰 从哈尔科夫大反攻 一路收复了一九亩到红利曼 然后把俄军往回推的 这个地面部队的指挥官 当时他是地面部队指挥官 而杂鲁日内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 他们两个位阶是杂鲁日内是希尔斯基的老板 而希尔斯基本身也是很有才华 但希尔斯基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希尔斯基他本身是恶意 他本身是俄罗斯人 他是在之后苏联挖解 人家选择留在乌克兰武装部队里面发展 希尔斯基的爸爸妈妈还住在俄国 还在莫斯科 应该是莫斯科吧 我如果没有记错 还是普丁的支持者 所以你想希尔斯基这样子的一个军人 在乌克兰的氛围里面 他要发展 他必须要表现的比乌克兰更乌克兰 要得到责任斯基才能得到信任 所以希尔斯基将军他最大的争议点 就是他愿意配合哲联斯基的 就是不随便放弃城池 不放弃土地的 配合这样的战略 对 那当哲联斯基觉得要撤换杂鲁日内的时候 希尔斯基就是杂鲁日内 地补上来 杂鲁日内最好的接班人 对哲联斯基来说 但是我们知道在2月8号发布这个人事的时候 也刚好在同一个时间正在进行阿富迪夫卡的争夺战 机战 对 第二场的这种绞肉机战 对 就在阿特木之后另外一场大的战役 而我们看到目前整个阿富迪夫卡已经被俄罗斯控制 那我们从事后来看 哲联斯基的这个换人的决定似乎是不太明确 而且他在换的那个时间点正好 就是抓在两周年前 要做一个调整 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是 他也给西方的一个交代说 我打到这个地方 我其实要继续打的 所以请你们继续的军援我 哲联斯基更换杂鲁日内 也是刚好在两周年的时候 他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展现给西方说 我们要开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对俄罗斯的战争策略 所以请你援助我 他希望有一个这个新的气象 但是他挑在阿富迪夫卡战役最重要的时候 更换了前线的指挥官 这马上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谢尔斯基上来了以后 整个前线的指挥跟运转 是出现非常非常多问题的 那如果我们就政治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哲联斯基晚个几天换杂鲁日内 那现在必须要承担阿富迪夫卡败战责任的 是不是就杂鲁日内 而且就顺理成章的把它换掉 对那你是不是后面就很多事情 就省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偏偏忍不了这几天 他在整个战役最关键的时刻 你去换了一个 换了最高将领 对那你等于是 这对军心有影响 对对前线来说 因为战争打久了很多部都会军阀化 那杂鲁日内有他自己的子弟弟 谢尔斯基也是 那你匆忙换将的过程里面 谢尔斯基想要解围 那我们看到事后的情况就是 谢尔斯基上来了以后 因为杂鲁日内要求 因为哲联斯基要求 谢尔斯基无论如何 必须要解阿富迪夫卡的围 但是这个时候 谢尔斯基刚上任 他能够调动的部队 调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所以对战情也对战局也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影响 老师我请教您 因为在打一年那个时候 我记得乌克兰不断强调说 战况焦灼 但是他们要发动春季反攻 你看眼看就是第二年了 马上又春天 就是已经春天了 他们你说第二个春天反攻 第一个春天反攻是非常成效不彰的 其实后来证明他收复的 这个所谓的乌克兰的师徒真的也有限 那我要问的就是 你觉得第二个就算是有春季反攻 就接下来乌克兰 他们能够有多少的战果 有显著的什么战果吗 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形是 我们可以预计啦 春天到夏天 乌克兰还是要进行一次反攻 因为这是 这是希尔斯基给 这是哲联斯基给希尔斯基的任务 政治任务 因为你不打就没有 乌克兰就没办法继续获得外援 你没有办法获得外援 没有金钱 没有武器 那乌克兰的战争机器会停下来 乌克兰的战争机器会停下来 那你就被迫接受 俄罗斯条件的唯一的选择 那目前看起来是 不太可能有这个机会 所以他还是会打 那欧洲跟美国 还能够援助 多久 能够援助多久 有多大的量 我们目前看到就是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 正在不断的递减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当战争刚开打的时候 那时候各国西方 正要以去基辅打卡 送钱为榮 就去蹭热度 对 大家都想要去基辅 那时候连 Boris Johnson 英国首相都亲自飞到基辅去送钱 现在是 哲联士基必须要到慕尼黑去跟德国跟法国借钱 但我们已经多久没有看到重要的政治人物到基辅 事实上基辅现在比刚开打的时候基辅还安全 但现在没有 已经没有什么政治人物愿意到 真的蛮现实的 因为这就是一个大家在评估 其实大国跟大国之间或国家跟国家之间 本来就没有交情 只有利益 这些国家在分分在考量自己利益的时候 他们会现在都是有两盘棋 如果乌克兰可以继续打下去 他们当然很乐意 所以我们只要看一点 假定俄罗斯在战场上面 真的很吃力的话 连波兰都愿意把军队派进去 反正俄罗斯都快输了 对 那我现在赶快进去收割不是很好吗 但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如果俄罗斯战争的表现真的不好的话 那现在西方加码乌克兰的力度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是如何判别或辨别 资讯上面的落差 其实你可以用这一点 我还想简单的请您快速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看到北约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的关系 在日前也发动了一次 就是说应该算是二战以后 最大规模的是整个联合军事演习 因为他们也深受就是威胁的 有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 那但是有没有可能进一步 未来跟俄罗斯发生这个冲突 等一下回来我要特别请教邱老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回到POP大国民马上就来问 刚刚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邱老师您觉得北约真的有可能 未来跟俄罗斯发生冲突 那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北约目前的军力 跟实际真实的实力 我们扣掉武器的 就是因为武器装备有各种不同的参数 不同的属性有各种不同的偏好 有人认为北约欧洲武器会很先进如何如何 但是我们实际上就军力跟比较来说 如果现在乌克兰调转枪头 不打俄罗斯回过头去打欧洲 乌克兰会赢还是北约会赢 现在啊 对 北约吧 乌克兰会赢 为什么 乌克兰目前动员的军队的人数 跟他累积的作战的能力 乌克兰可以轻松横扫北约 那你觉得北约在跟欧洲打 北约有没有胜算 北约有没有胜算 没有 对啊 北约每一年的演习都创历史记录 因为北约的军力本来就不是很多 我们看以波兰好了 波兰在2022年之前 波兰有多少正规军 我看后来 都超过10万 而且各国后来最近几年都在裁军 对他们裁军 像跟台湾很好的立陶宛 立陶宛的陆军有多少 2万多 比我们警察还少 对那 北约是这些国家凝聚起来 那这些国家再怎么凝聚起来 他们是没有办法 在东面这边 就你不要说对抗俄罗斯的 你就对抗现在的乌克兰可能 可能对乌克兰都没有办法 就我们不讲武器的部分 就光讲战场或作战的能力上面 那这个是对北约来说 因为欧洲已经很久没有打仗 北约最近的一场战争是什么战争 阿富汗 他跟美国一起到阿富汗去打塔利 那个叫治安战争 那个不是正规的战争 当然并不是我们贬低北约的战力 或北约的作战实力 而是川普是这样子说的 其实大家只要理解 只要把美国抽走北约 就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北约当然很紧张 他们为了因应 或者为了评估说 我们现在马上如果面临战争的话 我们还有多少需要增加的 或各国还需要再补充什么东西 所以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军演 这个军演并不是演给俄罗斯看 这个军演是他们真的打算要好好重整军力 这也就是展现出了北约很强烈的危机感 而且刚刚邱老师点到一个重点 就是太久没打仗了 太久没打仗 那现在有实战经验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那所以邱老师才会想说 就算北约现在就算打乌克兰都会被 乌克兰都可以打得赢了 乌克兰都可以调转战 而且我最后想问邱老师是说 因为在这一次的战争我们也看到形态上面 而且特别是无人载具 无人武器 包括无人机 这个是现在全球都在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 所以全力的去发展无人机 无人艇 无人的这种武器 这也是一种新形态的一个转变 对 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里面看到最创新的部分 就尤其是在各种无人机 就是跟之前我们的预测不一样 就是小型无人机或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 对前线的部队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种无人机的发展 它必须要有一些特别的考虑 就是你如何把这些无人机 无人机发展是一件事情 你如何把这些无人机融入到你前线部队的战术里面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这个拉回到说我们台湾 因为台海最近也很紧张 我最后想简单的请您快速告诉我们 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打两年了 对于台海的歧视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 就是你必须要诚实的去研究战争 而不是去研究战报 战报有很多有灌水的地方 但我们对台湾自己本身来说 我真的觉得我们必须要 不管是军方或者是相关领域的学者 你必须要诚实的去看这场战争的变化 你才能够理解我们的问题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二个是我们观察到很多西方的武器 在这场战争里面 有些有优势的地方 有些有缺失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我们必须要吸取经验 不然我们在买很多武器的时候 都是按照军火商的目录 跟军火商的说法 那还是要拉回到我们实际的需求 对我们还是必须要 因为每个战场都不一样 那台湾必须要从这场战争里面 持续的观察 然后我们必须要对西方武器 有重新的定义跟评估 今天真的是太丰富了 但是实在是聊不完 我希望下次还是有机会 能够邀请到邱世青老师来跟我们分析 不管是战争或是战场 还有背后的一些战略 跟实际的战术考量 不过还是那句话 居安思维 虽然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战争 可是我觉得也让我们知道说 战争是非常真实跟残酷的 我们要想办法是避免战争 今天非常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来到帕不达国民 也请大家锁定下一个小时 下一个阶段的帕不达国民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